那要嘛就是他不要去变性跟我们一样 要嘛他就是被排除掉 所以道德规范的内容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去创造一种 团体就是创造一种共同分享的感觉 所以什么我们打什么戏祭杯 或说戏联谊 这些都在创造一个共同分享的感觉 所以他们 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所谓的陌生人这个感觉 陌生人这个感觉 stranger 英文可以是怪怪的奇怪的 strange 这个有点怪 有点怪语怪他 怪他 所以像刚才的唐飞 他是属于我们所谓的 宏嘎 太陌生了 可是他又跟我们在一起 好这个有点难了 不管如何 一个社会 总是不断在纳入 课本里面 文章里面 纳入inclusion 跟exclusion 不断地在画那条线 谁成为我们 谁要被排除掉 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 那这个画线 这个过程 是非常随意的 就是刚才我讲的 道德规范内容 其实内容不重要 只是要创造出一种 我们是一群的 这种感觉 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下课 好 好 那 各位同学 那个社会系大一的记得 等下离开前 到后面来拿你的 那个 毕业证书 然后记得签名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